嗨,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聊六祖惠能大使 中国现在的寺庙绝大多数都是禅寺 其他宗派的寺庙虽然也有,但是已经很少见了 大家知道为什么吗? 这就跟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位惠能大使非常相关 六祖惠能大使,他虽然是禅宗传入中国的第六代祖师 但是,如果按照贡献来说,他可以被称为是中国禅宗的出祖 因为禅宗传到他这一代的时候,彻底完成了佛学的中国化 他把印度的佛学与中国的文化完全地融合了 形成了中国的禅宗,他是中国禅宗的奠基人 那么惠能大使最重要的贡献在哪里呢? 就是他把佛学的修养从少数的知识分子的圈子里面解放出来 让他深入到了人民群众的内心 这是一场佛学的革命 惠能说过,下下人有上上志 不是我渡你,是你自渡 每一个普通人都能自己渡自己 如果佛学始终都是在中国士大夫的文人的小圈子里面活动 它是不可能中国化的 中国化就是让他深入到每一个中国老百姓的内心 可以说,从六祖会能开始 佛家文化也成为了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现在如果说你去研究中华文化 而你没有了解过禅宗,那肯定是不完整的 我们近代的过去大师钱穆先生 他在给别人推荐书籍的时候说过 六祖谈经是研究中华文化的必读之书 在西方把代表东方思想的孔子、老子和惠能 称为东方三圣 现在有大量佛家的语言都成为了我们的日常用语 比如说觉悟啊、因果、业力、意识、真理、境界、信心相应的 这些词语都是因为佛学的中国化才进入了汉语体系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六祖会能大师的故事 一天在灵山法会上 释迦牟尼佛并没有像往常一样开示说法 他捏起一朵花展示给众弟子看 释迦牟尼佛只是展示许久都没有说话 众弟子不明所以都感到十分茫然 只有一个人发出了会心的微笑 他就是摩合家摄尊者 释迦牟尼佛说 从此一个代表佛教无上心法的宗派 禅宗诞生了 摩合家摄尊者是禅宗的第一代祖师 禅宗在印度一直传到了第27代 第27代祖师是波尔多罗尊者 波尔多罗尊者把佛陀的一波传给了第28代祖师 菩提达摩尊者 波尔多罗尊者在传一波的时候跟菩提达摩说 在我灭渡后60年 东土震荡有大成迹象 你要去到东土震荡传法 东土震荡指的就是中国 在师父灭渡60年之后 菩提达摩尊者渡过印度洋 来到了中国的广州 中国当时正是南北朝时期 达摩尊者从南方来到北方的松山少林寺 在少林寺的后山面壁九年 达摩被称为中国禅宗第一代祖师 达摩祖师在中土传法 往下时二祖惠可大师 三祖僧灿大师 四祖道信大师 五祖红忍大师 六祖惠能大师 唐朝贞观年间 贞观十二年二月初八日 惠能出生在岭南新州 岭南新州就是现在的广东省新兴县 当时的岭南还属于未开化地区 很多犯人都流放到四地 惠能的父亲就是被流放到岭南的官员 在惠能三岁的时候 他的父亲就去世了 父亲没有留下什么财产 惠能的童年家庭是很贫困的 惠能稍微长大一点之后 就上上砍柴 用卖柴所得的钱奉养母亲 在惠能八岁的时候 正是玄奘法师刚刚从印度求法归来 朝廷为玄奘法师组织了大规模的议场 在玄奘法师的主持之下 溢出了大量的经论 佛教在中国进入了全盛时期 这一天 惠能到客店送柴火 送完柴之后 惠能正要离去 这时候他听到一个客人在诵经 他被诵经的声音深深地吸引了 惠能一听到这个经文 他就遍体清凉 心中有很强烈的感应 他就问客人送的是什么经 诵经人告诉他 此经是金刚经 惠能继续问 说你是从哪里得来的这个经呢 我是从齐州黄梅县东禅寺来 东禅寺是五祖红忍大师在住持 他的门下有一千多个弟子 我曾经到那里参访听受此经 红忍大师经常开示松俗大众 说弹植金刚经 极自坚信指导成佛 惠能的内心深处有一种强烈的感觉 那就是他要去黄梅 他想要亲耳聆听 红忍大师对金刚经的阐释 惠能是一个孝子 他如果去了黄梅求法 谁来奉养他年迈的母亲呢 告诉惠能金刚经的那个客人叫安道成 安道成看到惠能求法新成 他便资助了惠能十两白银 作为安顿母亲的安家费和求法的路费 惠能在征得了母亲同意之后 便前往黄梅求法 惠能从广州来到了黄梅 路上走了一个多月 惠能在到达东禅寺之后 立刻就到屋祖红忍大师坐前礼拜 红忍大师当时正在跟随从弟子们在一起 红忍大师看了看下面的惠能问道 你从哪里来想要求什么 惠能一点没客气 他说 弟子是岭南人 新州百姓 远道而来参见您 不求别的 只求做佛 猴忍大师一听 想要做佛 这口气不小呀 禅宗的疾风是很厉害的 惠能一来 红忍大师估计就看出来了 他是个善根利器 就想考验他一下 他说 你是岭南人 又是葛辽 也想做佛 岭南当时是没开话的地方 很偏僻 葛辽就是长得像猴子似的 大师一点也没客气 说你从那么偏僻的地方来 又长成那样 你也想做佛 惠能的回答也很厉害 他说 人分南北 佛性还分南北吗 葛辽神跟你大合唱的身份不一样 但是佛性又有什么差别呢 荒人大师一看 果然是善根利器 他看旁边的弟子们都在 就不再往下问了 他也没说让惠能出家 也没说给惠能剃度 就把惠能安排到堆房 让惠能先去堆房里面聪明 聪明是个利器活 惠能比较矮小 他为了增加踏堆的力度 他就在腰间绑了石块 时间一久了 因为总是一条腿用力 另一侧的困管节 就被石头坠的都脱了臼 虽然受了伤 但是惠能还在坚持 他十分尽力 为了求法 惠能忘记自己的身躯 惠能在堆房聪明 一干就是八个月 他在寺里哪里都没有走动过 有一天 宏忍大师把弟子们都召集起来 他让弟子们去做一首祭送 他说 如果谁领悟了佛法的真意 就传给他一波 并且封他为禅宗第六祖 弟子们纷纷议论开了 弟子们都说 现在神秀上座是教授石 肯定是神秀师兄接受一波了 我们就不用去费劲做寄送了 原来这个时候 五祖宏忍大师 基本上已经不亲自讲法了 都是他的十大弟子之一 神秀来代识讲法 师弟们都等着神秀师兄 接了一波 到时候再跟神秀师兄 修学就可以了 神秀心里想 你们不做寄送可以 是因为等着我做呢 我可得做呀 如果我不做寄送 师父如何知道我心中见解的深浅呢 神秀也很紧张 他做完寄送之后 好几次走到师父的门前 都不敢撑上去 神秀想 不如我把寄送写在廊下的墙壁上 如果师父看到了 觉得很好 我就出来说是我做的 如果师父看了之后说不行 我也就别自找没趣了 于是夜里三更 神秀就把自己做的寄送写在了南郎墙壁间 神秀的寄送是 身是菩提树 心如明镜台 时时轻浮事 勿时惹尘埃 神秀写完之后 便回到房内 他在房中左思右想 等待师父看到之后的结果 坐卧不安 红脸大师看到南郎上的寄送之后 他就知道这应该是神秀写的了 他也知道神秀还未入门 他把神秀叫到房间里来问他 妓子是你做的吗 神秀说是弟子做的 红脸说 你这个妓子还未见本性 只到门外未入门内 你再去思维一下吧 神秀推了出去 红脸觉得神秀的妓子虽然还没有见性 但是对于修行来说也有帮助 他就让弟子们按照这个寄送去送池 说按照此祭修行有大利益 过了两天 有一个童子在堆访路窝 童子一边走一边背诵神秀的寄送 慧能一听到这个寄送 就知道还未见本性 慧能就问童子 这个妓子从哪里来的呀 童子一看 师父要传一波这么大的事 慧能居然还都不知道 就给他讲了一遍 试完之后 童子就说 神秀上座在南郎避间的寄送 师父让我们都送池 说依此祭修行有大利益 慧能说 我也想去南郎避间看看 你能带我去吗 童子就把慧能带到了南郎避间 慧能正在看的时候 刚好有一个江州的别家 姓张的官员也在高声朗读神秀的寄送 慧能说 我也有一记想请别家帮忙写上去 姓张的官员上下一打量慧能的打扮 而且听他一说就知道他连字都不认识 便说道 你也要做寄送 真是稀奇 慧能说 欲学无上菩提 不得轻于初学 下下人有上上志 上上人有莫一之 姓张的官员一看 慧能出言不凡 就答应替了写记子 而且他对慧能说 你要是得法可得先来度我 然后慧能就说出了那个经典流传的寄送 菩提本无数 明镜一飞台 本来无一物 何处惹尘埃 书写完毕 弟子们都非常惊讶 都说 真是不能一貌取人 吴祖听到外面的声音 出来看到了慧能的寄送 他知道慧能已经入门了 他怕弟子们嫉妒慧能 便说 这个也没见性 就拿着自己的鞋子 把寄送都给擦了 慧能的寄送和神秀的寄送 可以说都流传了千年 神秀的寄送也很厉害 身是菩提树 心如明镜台 要修身 要修心 时时亲服事 务时惹尘埃 身体有很多的习气 思维有很多的念头 要时时的去服事 把习气念头都打扫干净 回到清净本来的状态 勤奋的修行 这个状态好不好 当然好 但是这毕竟还是在修行的路上 而慧能的寄送那是已经到家了 到家的时候 何处惹尘埃 还打扫什么 一个还在路上 一个已经到家了 境界的高下 一下子就对比出来了 第二天 红忍大师一个人来到堆房 问道 米熟了吗 慧能回答 米熟久矣 油嵌筛在 这是个双关语 红忍大师问米熟了吗 其实是在问慧能 准备好了吗 慧能回答 米熟了很久了 油嵌筛在 就是说我已经准备好了 就等着老师的教导了 红忍大师就用自己的手杖 在堆上敲了三下 就离开了 慧能心领神会 在当天晚上三更十分 悄悄的一个人来到了吴祖的房内 吴祖用袈裟把窗户都挡上 亲自为慧能讲解金刚经 当讲到因无所助而生其心时 慧能彻底开悟 明白了一切万法不离自信 慧能说出五句话 何其自信本自清净 何其自信本不神灭 何其自信本自具足 何其自信本无动摇 何其自信能生万法 吴祖宏人大师知道 慧能已经彻底对悟了 他被门一波传给了慧能 说你现在就是禅宗的第六代祖师了 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来禅宗的洒脱 这时候慧能不仅刚刚代事八个月 而且都还没有剃度 吴祖就把一波传给他了 洪忍大师说 当年达摩祖师东来 为了使人信服便传此一波作为信物 但是我们的法是以心传心的 为了这个一波多年来争端很多 为了停止争端 一波就传到你为止 以后不要再往下传下去了 你拿了一波速速离去吧 走晚了恐怕有人加害于你 慧能说 我第一次到这儿不认识山路呀 这么晚下山 怕是找不到渡口 洪忍大师说 不用担心 我送你下山 吴祖送慧能下山到九江义 让慧能上船 然后他要亲自摇卢 把慧能送到对岸 慧能说 迷失失度 误了自渡 金蒙老师传发 以经得悟 只和自信自渡 吴祖说 如是如是 以后佛法会有你弘扬光大 你去吧 慧能自别无阻 向南去了 慧能拿着一波 一路向前 快速行走 果然 黄梅的师兄们 很多人都追来 要抢夺一波 慧能走到大玉岭 这个地方的时候 一个叫慧明的师兄 追得上来 慧明出家前 是个四品将军 追得最快 慧能远远地 看到有人追来 他便将一波 放到了一块大石头上 自己则藏到了 旁边的草丛之中 慧明赶到眼前 看到一波 上来便拿 可是竟然提不起来 于是慧明大声喊道 我为法来 不是为一波而来 请您出来 慧能走出来后 盘坐在石头上 说道 你既然是为法而来 可以屏息住缘 我为你说 沉默两久之后 慧能说道 不思善 不思恶 就是当下 哪个是你慧明 本来面目 慧明四位 到底哪个 是我本来面目 当下大悟 说道 我虽在黄梅修行多时 却一直没有明白 自己的本来面目 金蒙只是 如人饮水 冷暖自知 从今天开始 您就是我慧明的师父 慧能和慧明分开之后 继续难行 慧能来到了广东曹西 为了躲避后面的追踪 他只好逃到了山中 来追踪他的人 找不到他 纵火烧山 慧能藏身于巨石之中 才幸免遇难 慧能为了避难 只能躲到猎人的队伍中 跟随猎人们一起行踪 猎人们都是打猎吃肉的 慧能不吃肉 他只能找些野菜 在锅里煮了吃 慧能在山中躲避追逐的同时 也是在修行 他虽然已经开悟 但是他还是按照师父的嘱咐 不能立刻传法 要悟后起修 修行的十五年之后 慧能感到修行圆满 传法的时机也已成熟 他便下山了 慧能下山之后 来到了广州的法姓寺 法姓寺就是今天的光孝寺 在法姓寺里 印宗法师正在给弟子们 开示涅槃经 这时候 有一阵风吹过 寺院中的经番随风飘舞 见到这个情形 印宗法师就让大家 根据这个现象说出法意 一个僧人说是风动 另外一个僧人说是翻动 双方争论了起来 过了一会儿 慧能站了出来 他说 不是风动 也不是翻动 忍者心动 此言一出 震惊了所有人 包括印宗法师 印宗法师早就听说 黄梅依法难度 他十分高兴 他知道这就是慧能大师 他先请慧能取出一波 然后大家依次向他行礼 印宗法师请慧能登上法座 为众人开示佛法 慧能以一个在家里的身份 登上法座 开示佛法 众人全都被他精妙的开示 所折服 印宗法师欢喜赞叹 接下来他便为慧能剃发 自己也拜慧能为师 法姓寺是慧能大师剃度的地方 慧能大师的头发就埋在 法姓寺一发塔的下面 在法姓寺的菩提树下 慧能大师开谈讲法 开了东山法门 从这一天起 慧能终于剃度成为了一名僧人 他禅宗六祖的身份 也公知天下 根据六祖谈经的记载 慧能大师在开东山法门时 他跟大家说 我自从东山得法受尽辛苦 曾经多次命若悬丝 今天能够跟大家坐在一起 一定是累事积累的福报 不久之后 慧能大师离开广州 回到曹西保陵寺 慧能在这里扩建寺院 广收门徒 开始大力哄传真是人心 渐兴成佛的顿悟禅法 慧能大师的后半生 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这里度过的 慧能的弟子法海 将慧能在此地说法的内容 记录整理 集成了谭经 谭经成为了中国禅宗 最重要的经典 在佛教里边 只有佛说的话 才能够称之为经 而历代高僧大德所有的创作 都只能被称之为论 只有六祖谈经 是唯一一部 不是佛祖亲口所讲 却被称为经的法本 因为所有的佛门大德 所有的佛门弟子都认为 他跟佛陀的本意是一样的 慧能在南方弘法的同时 他的师兄神秀大师 在北方弘法也相当成功 神秀大师当时是 两经法主三代帝师 神秀大师传法 他的弟子基本都是上层社会 而慧能传法是在老百姓中 他们两个一个在南 一个在北 弘法都非常成功 史称南能北秀 虽然他们都是 五祖弘忍大师的门下 同样都是禅宗 但是慧能和神秀弘法的宗旨不同 慧能的南宗 宗旨是顿悟 神秀的北宗 宗旨是建修 有弟子来问慧能 说顿悟和建修 哪个更符合禅宗法门 哪个是更根本的 慧能回答说 法无顿建 人有利顿 不是法不同 是人的根气不同 我们以为是法门的区别 其实法门没有高下 法是平等的 不同的是人的根气 有些人他适合建修 慢慢地修上来 才觉悟 有些人业障深重 甚至都不能直接开始修 他需要先忏悔 忏悔清静之后才能起修 但是有些人根气很好 适合先把他顶开悟了 悟了之后再去修 所以说 顿和建不是两个法门 顿是礼上的悟 建是事上的修 礼上的悟是一下子就悟了 叫开悟 但是修是一个一个积累的 顿和建是相互促进的 慧能的南宗和神秀的北宗 有人传说这两宗之间有很多纷争 其实两位大师都是得道高僧 他们两人不曾有纷争 反而是相互推崇 北宗的弟子听说慧能不识字 教的弟子大多数都是平民百姓 就瞧不起慧能 不认可他是五祖的正宗传人 说自己的师父 神秀大师才是正宗传人 但是神秀大师教训弟子们 说五祖大师亲自传授一波给慧能 说明我不如他 如果不是年高路远 我恨不能亲自去向慧能大师学法 你们不要迷惑 应该去到曹西慧能处多多残学 神秀大师当时是武则天的国师 武则天把神秀大师请到宫中供养 武则天经常向神秀大师请法 对他非常恭敬 从一件事就可以看出神秀的大度 神秀大师向武则天推崇他的实地慧能 说南方的慧能禅师 接受了我师父洪忍大师的依法 比我要高明得多了 武则天和唐中宗就下诏 请慧能大师到京城来讲法 慧能推辞说自己身体不好 不能前去 武则天见慧能不愿入京也很大度 他赐给慧能夹杀水晶波等物品供养 武则天又传指 让广州当地的官员 把慧能大师所居住的宝林寺 重新修契一番 并且在慧能的故乡新中 给他修建了一座郭文寺 神秀大师的北宗和慧能大师的南宗 在两位大师在世的时候 没有什么矛盾 但是两位大师都元祭之后 他们的弟子们为了去争 谁是正宗的禅宗传人 争论了起来 南宗有一个慧能的小弟子 叫神慧 他在师父元祭二十多年以后 一个人带着谭经北上了 他的北上在史上被称为 出世破邪宗 他说你们那边的法不纯正 我们老实的法才是正统的一波 在汴京大会上神会登台 他跟神秀大师的弟子们进行辩论 神秀大师的弟子们 当时也都是非常厉害的 很多都是国师级别的 神秀把他们一个一个 都给辩论下去了 一举成名 从此之后南宗正统的地位就被确立了 慧能大师座下的弟子 有记载的正德佛果的就有四十三位 开悟的弟子更多 慧能大师一生传法 弟子无数 其中有很多是非常著名的 比如说清元行司 南越怀让 何则神会 南洋会中 勇家玄爵 曹西法海 他们在得了法之后 各自开谈讲法 教化一方 都成为了一代宗师 南越怀让一系 演化出了林济宗和维阳宗 清元行司一系 演化出了曹宗宗 云门宗和法远宗 后来林浸宗又产生了 杨岐派和黄龙派 史称禅宗的五家七宗 这正应合了达摩祖师 当年的一个基语 达摩祖师说 一花开无叶 结果自然成 林济宗和曹栋宗 后来又传入日本 在日本开花 惠能大师开创的中国禅宗 将印度传来的佛法 彻底中国化 而且使得佛法平民化 中国民间的老百姓 也可以参禅无道了 惠能大师本身就是不识字的 他走的就是大众路线 他把禅带到了民间 用老百姓听得懂的语言 来教化百姓 所以禅宗才能深入民间 变成了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惠能大师的第三代弟子 淮海禅师 更是提出了农禅病重 他提出一日不做一日不食 当时的僧人 衣食的来源主要都是靠供养 这种供养的方式 受国家掌权者的影响很大 如果国家的掌权者推崇佛教 寺院就能得到供养 如果掌权者不信佛教 寺院的供养就断了 禅宗的寺院在改革之后 实行农禅病重 僧人们自耕自食 所以在经历了几次大的灭伏事件之后 只有禅宗的寺院得以保留 这也是今天我们看到的寺院 大部分都是禅宿的原因 唐玄宗先天二年 惠能回到了他的故乡 新州国恩寺 八月初三日用过斋饭之后 惠能大事上座 安详地对弟子们说 你们各自做好 我要正式跟你们告别了 在最后的副主中 惠能告诉弟子们 不要像世俗之人一样伤痛哭泣 更不要身着校服 不要接受吊咽 贱性的人无神无灭 当夜三更十分 惠能大师在郭文寺远寄了 惠能大师的传奇还未结束 他给后世留下了完整的肉身之力 弟子们将他的真身涂上香泥 请回了保林寺 时至今日已经过去一千三百年了 在广东那样潮湿的环境之下 惠能大师的肉身依然没有朽坏 在接受着中外信徒的朝拜 在这一千三百年的洞当中 惠能大师的肉身舍利 曾经遭受过三次大的劫难 具体的过程就不在这里说了 实在不忍描述 想了解的朋友们可以自己上网去查 虽然是劫难 但是这更加的证实了 惠能大师的肉身舍利 千年不朽是真实的 这给了后世的修行人无比的信心 肉身舍利 融入中华文化的禅宗 六祖谈经 这都是六祖惠能大师 留给后世的巨大法宝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欢迎点赞 订阅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期见 可 miksedaelim 由于媒体中共승 这首席前海 视频 爱爆发启小铃铛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